打着美国优先的旗号 特朗普任内以威胁并实际从多个国际组织中任性退群 但这一次他们可能要踢到铁板了 路透社4日报道 世界反兴奋级机构 WADA主席维托尔德·班卡表示 美国威胁从该机构撤资是政治勒索 可能导致美国的运动员被禁止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等 国际重大体育赛事 今年6月 白宫国家毒品控制政策办公室 ON-DCP向美国国会提交报告 要求扩大美国在世界反兴奋级机构 执行委员会中的代表术 在决策制定方面 发出成比例的声音 报告建议 直到该机构实施改革前 美国应该暂停资金援助 美国目前是世界反兴奋级机构的最大援助国 占到2020年3740万美元预算的7% 270万美元 预算的一半是由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IOC承担 当时世界反兴奋级机构 对白宫的报告表示失望 并做出详细反驳 也得到了国际奥委会的支持 班卡告诉路透社 他不会允许自己领导下的世界反兴奋级机构 成为政治游戏的一部分 我当然愿意承认过去犯下的错误 但我永远不会让世界反兴奋级机构遭到勒索 并削弱我们作为国际监管者的地位 他说 已经有好几个国家的政府 对美国威胁撤资一事感到震惊 要求世界反兴奋级机构 考虑修改章程条款 如果有成员国停止缴纳会费 该国的国家反兴奋级组织 将被直接视为 违反世界反兴奋级条例 这将不可避免地 对那个国家的运动员带来严重影响 包括他们参与 重大体育赛事的权限 目前 下一届东京奥运会 因新冠疫情已被推迟至明年7月 按照国际奥委会的规定 为获得参赛资格 所有运动员赛前都必须签署文件 同意遵守奥林匹克章程 与世界反兴奋级条例 而作为美国方面的声音 非政府组织 美国国家反兴奋级机构 USADA主席特拉维斯·蒂加特认为 世界反兴奋级机构中 存在反美国偏见 威胁运动员对我们没有任何影响 这个机构没有权力 这是象征性的 他说 世界反兴奋级机构 资深管理模式失败 在感受到美国威胁后 反过来又非法地威胁美国 可耻且令人失望 按照世界反兴奋级机构 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规定 不过美国政府撤资 将不再拥有前者职位会中的席位 没有这样的规定 但分析认为 就算世界反兴奋级机构 不修改章程 美国的撤资 依然可能带来一系列的合规问题 增加美国运动员 参与国际赛事的难度 非政府组织 美国国家反兴奋级组织协会 CEO乔治·莱瓦认为 这样的后果将非常糟糕 意味着美国基本 将被隔离在世界反兴奋级机构之外 绝对会出现 关于检测标准的分歧 而解决分歧 将带来艰巨的挑战 这对美国的运动员 和反兴奋级机构来说 将是一场灾难 G20 二季度GDP出炉 中国晾了 迎战新冠疫情大半年后 或多或少经历过封城的各国 近期陆续公布二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GDP增长率 暴跌一词 常见诸暴端 国外网络上 甚至为美国和印度经济 谁更惨成轮不休 但无论是 与上一季度相比的环比 还是与去年同期相比的同比 一片附属当中 中国的正增长都尤为明显 而这都离不开抗疫成果的支持 8月的最后一天 印度国家统计局 NSO公布的数据显示 该国今年4到6月的GDP 同比大幅下滑23.9% 印媒指出 这是印度自1996年 开始发布季度经济数据以来的最大跌幅 比多数经济学家被关预期还要较高 9月2日 澳大利亚统计局 ABS又披露 该国GDP 二季度环比缩水7% 达到1959年 有记录以来的最大跌幅 连续两个月出现GDP 负增长 澳大利亚经济 被澳金融评论报截图为 终是进入29年来的首次技术性衰退 而就在此前 英国的负21.7% 意大利的负17.7% 美国的负9.1%等经济表现 都遭到了媒体及学者的消极评价 在受疫情打击的20国集团成员中 仅中国经济在二季度恢复了增长趋势 除几个全球主要经济体外 据彭博社8月26日报道 南非央行预测 该国经济二季度将成下滑态势 按年率计算 缩水40.1% 据法新社报道 自2018年以来 阿根廷经济一直处于负增长 另据路透社报道 沙特阿拉伯7月份的财政部报告显示 受油价低迷影响 该国第二季度财政赤子 达291.2亿美元 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 沙特二季度石油收入 同比下降45% 为255亿美元 总收入下降了49% 至360亿美元左右 而在美国疫情日趋严重之际 国外网友和媒体 还就这两个国家 究竟谁的经济表现更差 炒了起来 例如 今日印度节目中的一张图表显示 美国经济下滑了32.9% 印度下跌23.9% 有印度社交媒体大V 接这样的数据对比 强调并不只有印度经济衰退 但值得注意的是 32.9% 是美国二级度GDP 按年率计算出的环比下滑值 创下上世纪40年代以来最大降幅 而美政府8月27日 调整的数据显示 美国4到6月GDP 同比缩水了9.1% 低于印度的23.9% 好消息传来 我国航发心脏病要解决了 随着我国经济领域的腾飞 我国在军事、科技等领域 同样有着长足的进步 歼20、轰20、运20等20系列开始发力 但是我国在发动机领域的心脏病 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这也成为了很多军迷、网友们的遗憾 不过最近 我国在这一方面 却有好消息传来 据新华社 在9月2日的消息显示 陕西顾峰机集团 自然的AV140 轴流压缩机组 于9月1日试车成功 从官方的消息显示 AV140 轴流压缩机组的各项性能指标 都达到了该领域的世界领先水平 很多人都清楚 航空发动机 一直是我国迈向航空大国的老问题 最早很多人都将这一希望 寄托在收购乌克兰的马达西企公司 来加速弯倒超车 但是后来的事情 也像预料中最坏的结果一样 整个进程却被美国一再打断 而后来的CR929项目中 与俄罗斯合作 结果到关键时刻 又是因为航发的问题 俄罗斯始终不愿意放开合作 导致项目进程也断断续续 而国产大飞机C919项目 就更不用说了 白宫方面屡次拿发动机做文章 甚至闹出过禁售的威胁 可以说这一切的问题根源 就是我国航发领域自主研制的落后 当然了 我国现代化岂不较晚 航发研制就更是落后于一众发达国家 我国在近几年 在航发领域倒确实是有所进步 但是距离世界顶尖水平 却依旧存在差距 而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是 国际环境已经不允许中国 能够安稳地度过自己的发育期 实现如何弯道超车 也成为被逼无奈的一个选择 需要指出的是 这种轴流压缩机 是航空发动机高空试验台必备的核心设施 而如果想要研发高性能 大推力的航空发动机 就离不开这种高空试验台 可以说 我国要想尽快突破 自研航发的心脏病问题 弯道超车的弯道 就是一个优秀的高空试验台了 根据新华社的描述 VV140轴流压缩机组 整体总长宽高分别是 11.5米 4.5米 5.7米 总重量高达400多吨 整个压缩机中 最核心部件 空心转子 就接近70吨重 这些数值即便是放在国际范围 也是处于超大型的 轴流压缩机组 而伴随着该机组的试车成功 未来将会应用到我国 航空发动机 高空试验台的抽象系统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 陕西古风机集团 在我国的相关航空领域 可以说是立下了汉马功劳 从1999年起 相关研制团队 就开始研制我国连续式 跨升速风动 航空航天超大型 轴流压缩机组 先后攻克了高压比 高排气温度 高转速下的优化设计 大型空心轴开发 长轴系转子动力学 多压缩机之间的 控制技术等技术难题 前后荣获国家技术进步奖六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